今年初为人妇的艺人黄紫娇 曾经在德女喜悦之云 不忘送暖 身为台湾优质生命协会 李坚士之一的他 虽然抽不开时间 一起参与送物资的活动 但他把端午节的送礼预算 转为20万元的善款 捐给协会 他也说 希望在疫情严峻的当下 把幸福传给大家 也让不少独居长者 都相当感动